各位錶迷你好,我上星期開展了一個新系列,名人加名錶 講周潤發帶什麼錶和代言什麼錶 因為我覺得外國很多標評人都會講這個題目 本地或者華人社區好像比較少講這件事 可能我們比較內斂和低調一點 反應也不錯,留言也很多 上次留言也有錶迷說可以說哪個名色戴過什麼錶 也很踴躍,當然有人提過是麗明 起初我也沒想過麗明戴過什麼錶 但錶迷說麗明經常戴Roles Daytona 促使我想拍攝今天這集第二輯 麗明戴什麼錶呢?我也很想知道 麗明貴為四大天王其中一員 一定有很多錢的,買錶如果他喜歡的話 一定不成問題 不過我們上次看周潤發,他再多些錢 60億港元的身價 但他也是戴電子錶 上次有錶迷說可能那隻電子錶是家民的手錶 這件事更合理 麗明戴什麼錶呢? 或者分享之前,或者說一說很簡單的說一說他生平 麗明是1966年出生的 他就在北京出生的 如果大家記得他的首歌經常說 I was born in Beijing 他在北京出生 後來就來到香港 參加新秀比賽 之後就成為一個高手 在1992年的時候 出現了這個稱為四大天王 除了麗明之外 另外三個大家都知道 郭富城、劉德華、張學友 大家現在都獨當一面 劉德華很努力拍劇 郭富城跳舞很棒 還有他的髮型 當時真的風魔一時 張學友不用說歌神 唱歌最厲害 麗明 他很英俊 高大 高大一定是最高大的人 英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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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93年應該是他下日傾情的 之後大家一想起黎明 就想起和記電訊、電話、阿妹 以及廣告歌 那時真的是風魔一時 93年、94、95年 好像每年都有一個廣告 以及有一首金曲 大家都很期待 我覺得黎明這件事非常出名 和廣告的聯成、電話賣廣告 另一件令我印象深刻 就是黎明有很多金句 我看過網上說 因為他是北京出生長大 來到香港 所以有時他的文法 將廣東話和普通話融合了 有時亂出了很多金句 亦有這個可能性 還有黎明也做很多公益慈善 經常都公益金白文行 又見黎明出來宣傳 然後聯合國也出來宣傳 所以他做慈善 真的做得很出色 我也很欣賞他 當時他在1992年開始很紅 唱歌 到1999年的時候 他就開始彈出這個歌壇 不想經常追逐這些獎項 他擺多時間在電影 在公益那裡 我記得我看過一個訪問 真的不太記得台灣大陸 總之是黎明有去這個訪問 然後這個主持也頗不客氣 她說了四大天王 那女主持 她說了四大天王 然後當然說 這個又很厲害 這個歌神 郭富城又跳舞 柳德華又出名 勤力拍很多電影 然後就說 黎明你好像弱一點 她又半吹 她又半開玩笑 我想如果我聽到這句一定會生氣 但我真的覺得黎明是很聰明 以及EQ真的很高 她的答案好像說 不是呀 其實在四大天王當中 我是第一個獲得影帝 我是2002年三更之回家獲得影帝 是比另外三位都要做的 我聽她說的時候 她又不是很生氣 她是輕描淡寫 有些笑話說出來 但你可以看到她的EQ 是很厲害 而且她的思路很清晰 和想法很快 變成大家一笑自知 主持人又不敢再問下去 而黎明呢 她又可以拿回彩 最後我印象很深刻 這個訪問 先說說她代言了什麼 我查回網上資料 看到她應該在2010年左右的時間 曾經為白鳥宣傳 我也把圖給大家看看 她也帶了這隻Piaget Polo 45 不是Polo S Polo S是2016年再重新設計過的 不是2016 而是2010年 當時流行大標 所以那隻Polo是45 標鏡45mm 幸好是太金屬 我自己也介紹過 你可以看到她戴在手上 所以我覺得白鳥宣傳 其實真的很配合黎明 因為白鳥聽過名字 都知道是高級 我記得我都說過 一聽過名字 白鳥馬上很向王 而黎明呢 她就是高高大大 尿尿瘦瘦 公子哥兒 那時候我記得很多女同學 都很喜歡黎明 好像現在喜歡姜濤 或者追韓星 那時候黎明就紅遍亞太地區 紅到去南韓 她就去南韓拍牛仔褲廣告 你想想她的身高 尿尿瘦瘦瘦 再配上牛仔褲 當然好像現在的韓星那麼帥 那時候香港的演藝界 其實是比韓國更加成熟 其實我們的文化是輸出 不是只是輸入 那時候 馬上牛仔褲的銷量升了很多很多 那時候牛仔褲公司 全部都想找黎明拍廣告 那時候她只紅到去南韓 很厲害 所以我就想說 黎明這個公子哥兒 給人的感覺 真的很配合白著的手錶 那之後呢 遲幾年 2015年 她就幫AP去宣傳 AP 代言AP 我覺得黎明代言的手錶 每隻都很貴 白著之後就AP 也給大家看看 AP有Royal Oak 還有這個 Royal Oak Offshore 即是比較大的運動感 比較強 你想想想 2015年也是比較大隻的運動錶 還有一隻 我看到這隻 它帶在手上 泰金屬加 Ceramic 白色 你一看就知道厲害了 這隻 應該是2014年 當時推出的 AP Royal Oak Concepts GMT Turbillon 駝飛輪 GMT 陶瓷泰金屬 你想想 還是AP 價錢一定非常貴 還有它叫Concept 因為都是比較前衛的設計 我覺得 亦非常配合黎明 看到她的西裝骨骨 突然帶一隻 白色的 露了出來 真的很搶眼 很搶眼 至於黎明 她平時帶甚麼錶 就先說 錶尾說她經常帶 Rollex Daytona 我上網找她的照片 也有點像是 Daytona 我相信Submariner 也有 可以放一些照片給大家看 蒙蒙地看 大家看不清楚是哪個模特兒 還有 她應該是有大過 369 Explorer 369 Explorer Daytona 我猜她也有 還有我看了一個 網上的康熙來尿 有台灣很有名的音樂人 黃國倫 以及主持 音樂人和主持 她就分享了 她應該1996年的時候 和黎明的一些點滴 她就說那時候 特地在台灣 來香港 替黎明做她的半生圓 電影的電影歌曲 監製 然後 她就說 黎明 當時感覺到 音樂好像到了瓶鏡 她就想表演的時候 可以彈結他 她就請教王國倫 就說可不可以教她結他 那時候 黃國倫就看到她手上的手錶 黎明就給了她的手錶 王國倫 看她說 喜不喜歡 你知道 音樂才子 當然不會留下 就算你很喜歡 都要 保持靜靜 她說 不錯 多漂亮 那就是Rollex的手錶 之後 拍完 監製完首歌 黃國倫就要回台灣 黎明的經理人 就送她去機場 乘飛機前 經理人就說 替你喝咖啡 那時候黎明就不在 黎明的經理人 就跟監製喝咖啡 經理人就說 黎明想送給你 那送什麼給黃國倫呢 黃國倫就打開 打開盒 就看到 正正就是 黎明手上的錶 不過這隻是新賣的 她說 是要十幾萬台幣的 當時 96年 十幾萬台幣 如果還是 除四到兩三萬港幣的一隻Rollex 即是說 那時候 96年 黎明手上 確實是帶著一隻 兩至三萬港幣的一隻Rollex 不知道那隻是否369 也有可能 或是其他的款式 所以黎明本身是喜歡 戴Rollex的手錶 他又代言過白鳥和AP 但我亦看到網上的照片 就看到他帶這隻錶 給大家看看 這隻呢 我覺得真的是一隻Casio 應該是Casio 如果我沒有看錯的話 就是Casio 有Analog 和Digital 兩種Display的版本 我相信這些都是幾百元的貨食 原來黎明 他帶那些高級碗錶 有Rollex 有Piaget 有AP 但他也會帶Casio的手錶 我也明白 因為他做很多公益善事 他也要出席很多場合 如果你想想 出席聯合國為窮人籌款 為非洲有需要的人籌款 你帶一隻白鳥去 會被人搶 所以他在公開場合 也有帶過Casio的手錶 你可以說他真的很喜歡錶 很喜歡Casio 但甚麼錶都會帶 或者你可以說有計算 即是公關 不要有關公災難 所以就要想清楚 一個場合帶甚麼錶 你可以這樣說 所以我就覺得 以前也經常有錶 就問我 到了四十歲 五十歲 可不可以帶Casio 可不可以帶Orient 其實我想告訴大家 其實沒甚麼所謂 總之你配合場合 你帶得舒服就可以了 那你做運動 如果你是做健身 難道每次都要帶AP Royal Oak嗎 那你帶一隻Casio 很正常 很合理 所以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看你自己看場合 看看是否舒服 最重要 今天就介紹了 四大天王黎明 帶甚麼錶 不知道大家還有沒有 想深入探討的明星 帶甚麼錶 其實還有 上次的影片 留言還有很多建議 那我就再看看建議 再上網看看有甚麼資料 再看看下一集 就說是哪個 說完周潤發 說完黎明 那下一集是哪個呢 真的 我自己都未想定 我自己都很期待 而且我也想回答一個問題 就是 這支錶在做甚麼呢 這支是SWARCH的手錶 寫著個 誤字 為甚麼要說黎明 要放這支SWARCH的手錶呢 其實 我和大家一樣 都很誤 明 好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拍片 以及喜歡我今集的分享 拜拜